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娘 欢迎来到我的旅行日记 这里是宁波海苏区机场附近的城中村 村子依水而溅,一条小溪穿流而过 村子里寄寄了许多来自于安徽、荷兰、湖北、湖南 甚至更远的四川打工者 他们住住在这里,白天满意工作 下班后一间十来平米的租租屋 成为打工者的归属 江南水乡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地人的传统迷俗 挨家挨富在河边都建有洗衣台 如今随着圣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 这些洗衣台逐渐退出 很少在线河边洗衣的场景 将来会成为江南水乡人家的回忆 我开着小车穿梭椅村子狭窄的巷子里 道路实在狭窄 由于没有停车位 路边还停换了不少的车辆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设计来说真的太难了 来宁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小车已经刮乘到两次了 每次经过狭窄的巷子都必须小心翼翼 前方一个小伙子 他正拿起吊杆在河边锤吊人 想必谁知得到改善 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这就是江南水乡人家城中村 打工人的生活场景 一切都是历历在目 猪猪的房景并不好 有的是拖家带口生活在这里 父母上班孩子上学 为了生活大家都不容易 你事后也有同样打工生活的经历呢 欢迎各位朋友评论点赞 本期视频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